在台湾每天都会增加38位失智症患者 逐年增加并且具有年轻化的现象 民众开始意识到失智症预防的重要性 幸惠医药集团更在2019年度论坛上 以失智症预防为题 请到失智症与神经医学专家 共同讨论失智症的原因对象与预防方法 失智症的人他要准备到应防 就是说尽量的去跟社会接触 不要跟社会脱离关系 然后他必须每天不要说都不动 尽量的去运动 然后他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譬如说他可以去听音乐 他可以去唱歌 他可以去做什么样的运动 然后朋友越多越好 论坛吸引大批民众前往 除了接连三位医师的专业分享 幸惠医药集团的营养专家 许仲宜经理 更在论坛中公开证实 经过20多年研发的天然抗老成分 管花肉从容延缓衰老的真实功效 那经由我们的银床实验证实 管花肉从容的萃取物 它可以透过很多的激转 来结抗细胞凋亡 所以我们在中国 它已经是属于二类型药处方用药 用来治疗血管性失智 在美国的部分目前我们正在进行 阿兹海默症的临床研究 那已经进入了第二三期的临床 我们相信我们的努力 会对这个失智症重大的国安议题 有一个进一步的贡献 年龄跟对象的部分 主要是设定在15岁以上 已经脑部发育完全的青年以及成人 那在使用上也没有什么太重大的禁忌 都可以安心的使用 而且是长期的使用 新惠医药集团每年都会举办 多场不同主题的论坛讲座 期待透过多元且正确的医疗知识 与民众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梦想TV 正好是钟光云 台北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